前廉政專員貪湯湯顯明 被揭任內豪花公帑外訪、籌作和送禮 重創香港廉潔核心價值 其他紀律部隊的公務籌作開支又是怎樣呢? 立法會文件顯示 最好的是警務處 這個財政年度用了156萬 雖然較上年度已經減少四成 但相比保安局和其他紀律部隊 仍然高出幾倍 警方解釋 籌作開支與警務有直接關係 好像與分區破滅罪行委員會 各地執法機關等保持聯繫 強調嚴守政府內部指引的開支準則 部門首長外訪開支又是怎樣呢?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在今個財政年度外訪三次 去過北京、倫敦和柏林作官式訪問、會議和考察 雖然較上年度去少四次 但開支增加了三成六達到二十一萬 懲教署署長善逸堅的外訪開支 亦增加了兩成三大約四十一萬 至於送禮開支 各個部門都說沒有統計 上輪判證論是否還會寫到三十一萬 在通知省時後者身上的地位 收入女士則是否都甚麼都不足 在通知省時時會補充 發言論是否要無法保持 或許逐漸 是否得否要無法回應 並不便圈述 感谢观看